2023全国象棋个人赛甲组64进32 魔童孟凡瑞对玉面神佛蒋川 他俩是象甲的队友但是没用 想过关得拿实力说话 来吧 开局中炮过河局队屏风马 对子儿 退炮 马八进七 黑方上市 五九炮 亮局 很熟悉的一个开局 神佛打下局魔童闪避 上马 准备冲足 红方有中炮发射 鞭炮发射 平局抓炮 近局抓炮 退局巡河 走法多种多样 这把魔童是双局过河 那对手又冲 不只要采局 还要向下冲兵拱马 这棋就算是平局抓炮 黑方可以回马接着打局 躲开之后 再冲足 既然这样 小胖也不去折腾了 你不是采局吗 我倒着走 黑方冲下来拱马 退到窝心 黑方停止进攻了 不守向 轮到红方走 给列位提个醒 这里是不能吃足捉马的 黑方有一步进炮过河呀 你吃马 他平炮打死局啊 如果小兵过河 黑方也是打局 同时描底向 比如说你平兵 黑方七路炮发射 打向一将 飞才不可呀 吃相 狙丢了 这属于是一个小飞刀 对于职业骑手来说呢 很容易发现 实战小胖走的是马七进六 神佛回马登居 躲一下 居八进四 马吃足 对居 换掉 这眼看要马踩中兵了 红方总得做点什么呀 小胖跳出窝心马 底向给你了 神佛不客气打掉 然后平足 要吃中兵拱炮 红方卸掉 这手棋呢 未来给黑方造成了 很大的麻烦 先瞄着 神佛这时候 平炮对局简化 换掉 红方这里选择 浸泡吃足 随手 有一个不错的招 就是进马踩马 不止踩马 还能吃中足 黑方如果跳出来 那红方就进兵过河呀 中向不能飞 下底闷死 用上了吧 他拱炮呢 红方就躲 来看实战 小胖此处是炮打鞭组 那神佛就跳马呗 红旗往后退 目前黑方形势不错 他应该先撑个式 把这闷弓的问题解决了 实战选择一个退炮 准备串打 红旗 回马对子 对手换掉 换完黑方是马三进四朝上跳 那为啥不炮打兵 或者说足拱兵呢 因为这里可以进兵过河 中向不能走 下底闷弓 问题没有解决呀 那这骑你不能踩 这马就受限制了 回到实战 黑方走的是上马 用炮打一下 过河 吃足 打兵 回马登炮 推到家里 进马保护边兵 但是他站不住 黑方飞龙带天 往回跳 平炮吃兵 退炮打马 往回来踩中兵 要是冲起来 担心黑方加中炮 哎呀不要了 对杀 平炮 马踩兵 炮打足一将 补相 双方目前是半斤八两啊 魔童 小兵过河 神佛炮七平八 双方攻势 按速度学来说 黑方更快 还是得防一防 进炮 上马 黑方也上马 踩炮 红旗用马一别 四个大子纠缠在一起 神佛退炮 红方顶牛 冲足 称势 黑方出将 这啥意思呢 一会就懂了 红方跟住 神佛 马七进九 准备往底线跳 如果红方 退炮 别马腿 那黑方 有一招 回马 强行换子 红方吃炮 黑方打马 黑方 提前出将了 这个下底炮 不是杀旗了 有这么一个情况 小胖是什么脾气啊 他一看换子 不干 往上跳 拼杀 准备马五进四 踩炮 挂脚 黑方先躲炮 红旗跳 叫杀了 黑方无奈之下 选择一招 称势 正招 首先你不能回将吧 卧槽还得出来 再退炮 重炮 没了 不回将 往上走也不行 红方可以 骑马将啊 只能吃 退炮 无解 重炮就死 中路有老帅 飞向也没用 来摆回来 上将 平将都不行 神佛选择称势 红方跳马将军 电炮 下底带将 上势 平炮叫杀 下底啊 老将要憋死了 赶快躲炮 红方再来个马六进八 黑方这位被锁死了 他没有时间吃兵啊 下底将 再将 炮丢了 为了让他活 黑方称势 红向下冲兵 这哥四个把对手老家包围了 神佛呢也是见过大场面的 回个将 三路炮能动了 那也拱 躲 踩势将 出将 重炮将 上将 然后回马 这马五进三是抽炮啊 黑方下底炮叫杀 反击来的也是相当快 进马就凉 小炮无奈 退炮别马腿 不能再进攻了 黑方回马 这十几回合 双方走的都是嘎嘎精准 你别看黑方这样了 现在是军事 往下走 小炮 退炮 神佛 重炮将 上帅 下面黑方走的有点飘 他把底下轰了 应该是从这将 躲老帅呢 就进马将 动炮呢 可以往这塞 红方不能吃炮啊 进马是杀 他只能是先连上 那就换子 这样走双方还是军事 实战神佛是平炮打相 这一下亏了不少 但是红方也没走对 正手应该是往里平兵 实战 炮二平四 这个平炮什么意思呢 哎 红方要马踩势了 黑方将一军 上三楼 然后 飞向 这算是黑方最后的败招了 看一下正手啊 应该是这个 跟红方这拉棋 从这将 你不管是退老帅还是落势 都可以打掉 他如果动炮呢 黑方就平过来 下一步退炮将 三个大子在一侧啊 威力也不小 谁能拿下最后胜利 不好说 回到实战吧 当时神佛飞向 这一步骑崩了 红方平兵 黑方进马 炮动不了 马踩老帅 把向飞走呢 是怕红方炮打马 小胖走得太硬了 平炮将军 这骑不能落势啊 红方拱向 下一步跳马绝杀 无解 他必须平降 红方进马登市 黑方炮打炮换掉 退炮回来防守 没用 拱向一将 他只能五平四了啊 五平六的话就连死了 进兵将啊 都吃不动 只能退 再进马绝杀 换方向 将五平四 魔童来个篡位马 准备平兵将 神佛防一下 进兵将上将 回马金枪 一招 毙命 老将在这一脚踩死 送炮的话也坚持不了几个回合 魔童竟然把神佛给赢了 前途无量啊 好 另一位下期再见